根據中央氣象局顯示 儘管山竹颱風不會直接清台 淡氣暴風圈大 東半部孔出現局部豪大雨 為此台東市公所已備好3000袋沙包 供民眾備用 這次我們市公所這邊有先行準備沙包 那我們的沙包的作業方式是 請各個里長登記 然後再統一匯報給我們公所這邊 然後我們公所會統一發送到 里長的指定的地點 市公所表示目前已發送500袋沙包 共有7個里登記領取 那上游它常常加上鋁山的淤泥 沖刷下來導致排水淤泥機 機在那邊多年 它那邊已經沒有排水的作用了 所以都會從後面淹到 我們新城路這一排的住戶跟商家 所以我們這次颱風雖然沒有進來 但是有宣布會有好大雨 所以我們就先準備好沙包 方方未來 但居住在開封街 雨漢中街口附近的居民提到 只要每次下大雨就積水 當地里長也從來沒提醒過 可以申請沙包 讓他們覺得很無奈 每次下稻雨 不是像一般的颱風是下豪雨 我就已經淹水 還有我們旁邊的停車場的所有車輛 幾乎都淹到半個輪胎以上 當然這個沙包的申請 我們因為我們是小老百姓 里長跟後面還有施工所 也沒有給我們這個資訊 可以去申請 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 施工所公務課長回應 會在加強跟各里長們宣導 請會積水地區的里長們主動詢問 協助積水地區的居民 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原事新聞比亞台東市採訪報導